国内担任新冠病例飙迫4000大关 接种疫苗设立保护屏障尤其关键 卫生部副部长纳杜诺阿兹米金耶在国会指出 青少年原本接种的第一剂加强针 将重新归类为第三针 并以完成三针作为完成初阶疫苗 之后再分别以三个月和四到六个月的间隔期 施打第一剂和第二剂加强针 不过他随后又澄清 有关建议只是针对有中等至严重免疫力低下的青少年 至于孩童尤其是高风险和低免疫力的人 同样鼓励他们在接种第二剂疫苗的 至少八个星期后再接种第三剂 诺阿兹米说有关措施已从7月18号开始生效 目前没有发现接种加强针的严重副作用 另外他也提及5到11岁儿童的接种率并不理想 截至昨天至少完成一剂的只有49.8% 而完整接种的有42.3%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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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次容 甩奏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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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次writer多当产